狩猎 跟一切众生戒除 你有能力关机 看对方的根基 用什么方法教导他 用什么言语教导他 你就有智慧了 你不生烦恼啊 你开智慧啊 三规五界十善 包括整个佛法 大小陈金论都在其中 所以佛家了 一个法门通了 所有一切法都通了 学习一定要专精 一门深书 常识熏修 你才能成就 绝对不能学多 不能学杂 一多一杂 你这一生就不能成就了 你所学的是丰富的佛学知识 常识 佛法修学 得定啊 开会啊 你得不到定 定是枢纽 得定之后 开会 你才能够聊生死 出三线 单单得定 不能开会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看看 四禅天得禅定 四空天更深的禅定 不开会 如果从定当中开会呢 那你就超越六道了 所以得定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定是开会 开智慧 必要的手段 那比如说我们修什么 就修定会 三规 五界 十三 都是帮助我们修定 智慧的 十三 要到 叫我们放下 我的念头都放下 不要说我的行为了 念头都放下了 放下 智慧才能陷进 看破就是智慧 所以一般人讲修行 从哪里修起 我们就要叫他 三规 五界 神 从这下手 如果有心 想在这一生当中 超越六道轮回 念佛 往生净土 那你一定要修 今夜三福 不从今夜三福上下手 这个净土不能拯救